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你我能作药的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救你 一定要救你 你好好活下去 冷姑娘 你今天的脸怎么有点泛红啊 是喜字反光 你说这喜字要是给咱俩准备的 该多好啊 免了 受不起 马上就要婚礼了 这几天的辛苦 也总算要出头了 越是接近时间 越不能松懈 冷姑娘 你说江湖中人人趋之若鹜的长生果 真的值得吗 我还年轻 想这些干什么 冷姑娘果然跟我情投意合 我也觉得 能跟相爱的人在一起过一生 胜过无碍的永生 无聊 无聊 那我今天偏要银一声 敢问冷姑娘 在漫漫的人生长路中 愿不愿意让灿烂的我也参与一下 我看你啊 是太灿烂了 挡在我和彩彩中间 显得有点碍事 你 好 小白 你怎么来了 不许看 你说你 以前请你都请不来 现在一声不吭你就进来了 你们这儿的规矩 也太难为戏娘子了吧 我本来想美美地懂新嫁衣的 谁知道还要让我自己袖手吧 我许看 老队 你看 这颗珍珠像不像长生果 这么说来 其实我们相识也是因为长生果呢 春花 如果长生果是真的 你会拿它来做什么 我想 送给尤丝夫人 尤丝夫人 她可是妇楼的 这有什么 她这么好 尤丝夫人可怜又可爱 我好喜欢她 长生果要是被魔教的人夺走 不知道会引起多大的风波 可她不是这样的 这尤丝夫人啊 就像这颗珍珠 既单纯又美好 被妇楼这只棒保护得好好的 要是有一天 这颗珍珠被人摘走了 那那颗棒心里可就空了 妇楼现在坏不坏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一个人的心里要是一无所有 她才会真的入魔 我 春花 我 又是你 我 我最近怎么总是乱入这种 尴尬的场景啊 祁兄 祁兄 少盟主 你怎么这么三心二业 刚和春花姑娘温存完 又来我这儿吹枕面风 还好我这个人慷慨大意 能忍受你的朝勤暮处 别闹 我很愧疚 愧疚 对我啊 这样瞒着春花姑娘 真的好吗 那我代你坦白 我刚试图向她坦白 但我没有说出口 她热切地想要嫁给我 如果我现在坦白 她一定会以为 我并非诚心与她成亲 问心无愧就好 你未曾与人相爱 你懂什么 我 为什么树上的总是我 为什么树上的总是我 这是碎冰块 刚才不是秦灵风 是上官秋月 你 春花 你清醒一点 你马上就要成婚了 心里怎么想着那个大魔头 是上官秋月 上官秋月 小白 我第一眼看见的是你 你一定是我的真命天子 对不对 红的也太俗了 你说这世人澄清 就一定要张灯结彩 红纸红布铺天盖地 是 红是喜庆之色 这世间的女子 能够嫁给义中人 自然是欢天喜地的 那你整天一身黑 岂不是从没欢喜过 属下能侍奉尊主 以示万幸 并不需要那种 繁俗的欢喜 你也是女子 可有心仪之人 属下只是属下 并无男女之分 说谎 我允许你侍奉本尊一辈子 所以这种小伤 你要忍着 是 小春花的婚事 无论巨细 都要一一向我汇报 下手狠辣无情 不愧是尊主 最信任的 feminist女子 最信任的婚姻 连支镖都没躲过 顾星主要多加练习才对 你脸上的伤势怎么回事 行动受伤 家常便饭 小颜 你身上有三日醉的味道 尊主最近 时常喝酒吗 顾星主这么想知道的话 不如自己去问尊主 小颜 这么晚了你又要去哪儿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当然不是假的了 你怎么来了 彩彩姑娘 你怎么来了 猜猜姑娘 你不怪我 春花姑娘 你救了我两次 你是个好姑娘 眼下 你和少盟主 有情人中成眷属 猜猜只有祝福 别无他意 你一定是天底下 最漂亮的新娘子 谢谢你 可惜少盟主 没有办法那么快 一包眼福了 春花 小白 风姑娘 那我就不打扰二位了 小白 你来坐着 你再不过来 我要生气了 真乖 说你喜欢我 小白喜欢春花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乖了 你以前都不会这样的 你以前看着我就脸红 还用凤鸣刀隔开我 不让我碰到你 春花 我知道 你会一辈子对我好 对不对 春花 春花姑娘 希望你不要埋怨我对你的欺瞒 希望这场大婚 可以把所有波澜淹没 希望你和少盟主 可以永世静好 不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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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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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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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线下想向各位宣布的 却是一件 与婚礼并无关系之事 夫人 您看这朵怎么样 不要总捡那种开得正盛的花 夫人好奇怪 插花本就要漂漂亮亮的 夫人您为何老是挑那些残枝败叶呢 插花本来就是给那些薄命易逝的话第二次生命 如果为了那点美色 剪下了本来就活得好好的 不就本末倒置了吗 现在是春花姑娘和少盟主大婚的时辰 也不知道他们收到我的贺礼没有啊 夫人您就别担心了 这天色不太好 夫人 我去取把伞来 因长生果一事 江湖纷乱 血案四起 我凤鸣山庄身为武林正道 岂能坐视不理 但前几日 肖某机缘巧合 得到了长生果 肖某主 您说的可是真的 长生果在您手上 真的 这现实啊 大家静一静 听盟主把话说完 这些人 此物留在世间 必定后患无穷 所以今日 我会当着大家的面 销毁长生果 小白 你许我的大悟 就是给长生果打个黄子 就是给长生果打个黄子 讨一场费尽心思的婚礼啊 太过了 三次 不过再发现 三次 好 他 上官邱悦 难道你也是为长生果而来 锦窝之剑何其可相 不过看你们出场更有意思 上官邱悦 你快放了他 凤鸣刀最后一事雷霆万君 少盟主 你这一刀过来我怎么样不好说 不过你的春花姑娘 却要化成肉泥了 上官邱悦你是不是疯了 你快放了他 放了他 本尊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 这婚你结不成了 你瞎说什么 闪官邱悦 她是我的妻子 你凭什么 凭什么 春花姑娘所谷处有一胎记 行似花来 少盟主 不知道吧 你都上罢了 原来你知道 那我就不妨告诉你 春花姑娘原名花小蕾 与你早有婚约 只是却和我有夫妻之时 什么啊 不可 这真是 你这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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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小白 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花嫂蕾 春花就是春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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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春花 没有哥哥的允许 你不准嫁给别人 不过没关系 我已经决定带你回千月洞 小白想见婚事销毁长生国 而哥哥只想和你在一起 小白 你毁你的长生国 我要我的小春花 将来 你必须他 我必须你 你必须他 我必须他 他必须他 你必须他 但是你必须他 冲害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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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还有谁想领略一下 真正的萧萧凤鸣刀 小白 酸你狠 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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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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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家 小春花 千月栋不是我家 哥哥这是在帮你悬崖勒吗 你羞辱我 羞辱小白 你这是在把我往悬崖下推 那正好啊 以后你就和凤鸣山庄一刀两断 再无瓜葛了 你为什么总是要拆散我们 你为什么要拆散我们的家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为什么要拆散我们的家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